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 我是老頭歐德美 好久沒有回來我們的方舟進化 是不是該來吸一點啊 啊 該來吸一點了吧 為什麼老頭會回來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啊 因為呢我們有找到了一些可以玩的模組 那其實找到數量不多 所以今天的影片應該不會非常的長 應該就差不多10分鐘左右吧 保守估計10分鐘左右 那就是盡量啦 好不好老頭我東西就拿出來拍 那至於呢方舟手機版這種東西 其實我人家就知道了 所以說各位不要一直跟我講 好不好 方舟生存進化手機版已經有了 我知道但是呢 他目前在國內台灣好像沒辦法下載 需要用特殊管道才可以下載下來 所以說這個特殊管道下載我覺得蠻麻煩 我寧願等到正式版 或者是 有因緣際會之下我有辦法弄得到手 那就再說 然後呢方舟方塊世界呢 也是最近都不更新 所以說不要問我哪時候拍方舟方塊世界 好不好就這麼簡單 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報告 報告完畢 報告完畢 好像每次都要上台報告一下 報告你們這些老闆 啊 老闆 是不是 總監 我們今天方舟生存進化呢 可能有一些東西可以說可以拿來稍微拍一下這樣子 還要向你們報告真的是 好啦算了 反正總而言之呢今天呢我們來介紹一下另外三個 不是另外三個 老頭自己有帶三個模組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三個模組的都是屬於恐龍方面的 都是生物方面的沒有任何道具模組這樣 那 其實說真的這個 數量不多 大概就真的是10分鐘左右就結束了 好不好 各位請見諒 反正呢 有的看就不錯了 不要嫌 好不好 拜託我求你了 去求你好不好 好啦 那我該從何講起啊 嗯 我想一下 為什麼有一顆蛋 這個蛋看起來好帥 我們先把蛋撿起來 哇原來我們這個甲鈴暴龍 公道伯 他下的蛋居然是綠色的 把他撿起來 為什麼會來這張地圖 其實我覺得就是想把這三個模組放在這裡 就這麼簡單 好吧 那我已經把他們召喚進去在這個水中有兩隻是水中生物 另外一隻我暫時不告訴你 其實也不用講了 已經在封面了 哈哈 已經在封面了 好不好 你就知道第三隻是什麼生物了 我每次的封面都害自己被破梗 真的是 沒辦法嘛 因為這些東西要放出來才吸引到人 好吧 我看一下 我們帶一下我們潛水罩潛水一下 我記得我有召喚兩隻在這裡 看到前面那隻的沒有 啊我的望遠鏡頭不見了 可惡 前面那一隻呢 其實他的名字真的很詭異喔 我用Google翻譯翻不太出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翻 然後呢 他的那個模組前面叫PUD 所以說我叫PUD好了 這是一條很詭異的魚 然後呢老頭強勢的用一般正常的馴服方式 結果我發現啊 我餵他吃什麼他都不肯吃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說我打算想要強訓他 好我想要直接強訓了 然後我現在還有一隻跑去哪裡啦 雖然不管了 我先設法強訓他好不好拜託 可是他一直跑我怎麼強訓他呢 啾啾你 可以不要一直跑嗎 又跑越遠了 完蛋了 我看到了 我們另外一隻水中生物 這很像死人魚 有沒有在前面一直不斷的咬 那一隻叫做劍射魚 一把劍的劍 然後射擊的射 然後魚 然後呢他有點像是死人魚的樣子吧 不過啊算了這隻一直跑來跑去抓不到算了 我們先來抓死人魚好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 海龜跟這隻 劍射魚 好像是同個作者做的 沒有錯 因為連他的那個縮圖放出來都一模一樣 然後呢就他們兩個打起來屈函 好笑的是 在那邊玩轉圈圈 前面那隻就算了 放生放生 我們先來抓這隻劍射魚好了 哎呀 啊對我這隻射不暈耶 我都忘記了 我該怎麼拯救我的劍射魚呢 我覺得我這隻會被 這隻海龜可以咬死 幫忙砍一下好了 你看看我們的劍射魚 只有三百 三百五十滴血而已 哇死人魚來了 冷 再來啊 再來啊 還沒死喔 真頑強 哇連鯊魚都來啦 我見射魚要死了 我靠直接 有區是怎樣 別鬧走開啦 啊我們見射魚就這樣死了 啊那隻那麼囂張在那邊飛 什麼聲音哪在那邊哄來哄去 是海龜的聲音嗎 算了 算了我們直接再召喚一隻出來好了 好直接立馬把他射暈 就這麼簡單 是哪一個 這個 哦咻咻 哦給你們看一下近距離 哎唷呀 哎唷呀 哇他一張嘴我就死了 你看這這麼大隻呢 哦 恐怖 死前巨獸 哦死前巨獸 那這傢伙我已經測試過了 他是吃吃肉的 只要丟肉給他就 就會起來了 有沒有一個就起來了 然後 他需要安 我來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準備啊找到了 這個安的話 你們到時候自己想辦法做吧 啊我是用指令召喚出來的 就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樣子 哎 欸出現了 哇服裝 服裝了 好我們要稍微等待一下 冰 還是服裝 耶還是服裝 我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這種mana嗎 丟掉 我很討厭這個skin每次 一直死掉的時候 一直重複 這是讓我覺得很頭痛 因為他這樣 版面你不覺得 反嗎 都不反我都覺得反啊 這個 一直沒有辦法做修正是不是 算了 好再點一下 不過還在等啊 我的天啊 啊 我想把鐵丟掉了 把鐵丟掉了 還有什麼 哎唷 全部可以丟石頭 我感覺丟都不會減輕重量的樣子啊 最重的是什麼 重量 最重的是這個 不是吧 最重是這個 聚合物 丟 好了我們可以游了 耶 哇 欸游他不拉快的嘛 我的天啊 你游得很快唷 聽說你游得很快唷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功能啦 就是嘴巴比較大然後 咬合力比較強 我們咬前面那隻魚龍 速度真的還蠻快的 我覺得這個如果不裝其他的模組的話 啊 你裝這個感覺就贏過所有海中生物了 魚龍的話也是這麼快但是魚龍沒有傷害啊 應該說也有吧 魚龍是有傷害是吧 只是比較弱而已啊 欸誰的蛋在那邊浮著啊 我靠蛋浮在那邊 我以為笑一跳 哈囉 李之魚不要理他 他是不會主動攻擊的 喔 但是後來我發現啊 呃怎麼講 完了沒體力了 我要死在這裡了 不是吧 Nope 有太快的後果 喔喔喔喔喔 趕快回復體力救一下自己吧 喔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攻擊範圍其實很 很一般 喔他的攻擊範圍 他的攻擊範圍就是沒有那麼的 呃 廣 就大概是直線而已吧 好我剛剛確定了他的攻擊範圍其實不夠廣 所以說不好咬到敵人 你必須要正面衝正面的迎敵才有辦法 然後我現在跑哪裡去了 我靠我有那麼遠啊 好那我們再游回去吧 跑路地上不會死掉 好我們先把他回去 把我們建設與 放回去 其實我們有傳送門啊 我們在游什麼 哈哈 我們有傳送門 我們傳送 不行不行 傳送魚就死掉了 母湯 我們在路 我們在海上沒有放傳送門 啊這絕對不行了 啊 我們還是趕快乖乖的回去吧 看一下地圖 還好在水中可以開地圖啊 讚喔 應該是這裡吧 我已經忘記我們 Center的據點在哪裡了 怎麼辦 迷失了方向 我們迷失了方向 是這裡嗎 起來看一下 怎麼感覺這裡失誠相似 啊我有一個方法 這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不要來咬我啊 拜託 哇靠哇靠 欸太棒啦 我們的 咬這麼多 咬這麼多 嗯幹什麼幹什麼 哇 哇哇這死的魚怎麼那麼大隻啊 是我錯覺嗎 欸啊啊啊魚勒 欸大哥 咬一咬不見了 哇這麼不負責任啊 呵呵 啊還是他死掉了 欸啊我們見射魚勒 OMG 我還沒有給他吃傳送藥劑耶 還是這樣走啦 啊生命如此的短暫是嗎 還是他卡在這前面 剛剛沒有 剛剛沒有顯示他死掉的訊息啊 對啊 剛剛沒有死掉他 顯示他死掉的訊息啊 啊為什麼就這樣看不到 算了 既然你都這樣子我直接回家了 不然你放生好了 啊還是放生你好了 好吧我們介紹下一隻吼 這樣子我比較輕鬆一點啦 是不是 咬屁咬走開啦 滾 滾 來來的 咬三小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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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屁咬喔 來回家 差點死掉 啊 回來陸地上的感覺真好啊 好吧 我們接下來介紹下一隻喔 那下一隻呢 由於不知道怎麼馴服 啊 麻痺 麻醉他之後呢 餵他吃任何食物他都不會起來 所以說我們用強訓的方式 好的 來接下來各位所看到這一隻 看起來非常詭異的魚呢 啊我真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但是他叫做 PUD 啊然後 身形很長 重點是我覺得 鬼異的地方是照顧他的眼睛 你不覺得 他一直不斷的看著你 對著你笑 讓你心裡發寒嗎 眼睛 不管你到哪裡 他都瞪著你 而且他另外一邊眼睛為什麼是這樣 啊 哼 對啊為什麼他另外一邊眼睛是黑色 然後另外一邊眼睛是這樣 突變的 好詭異啊 好真的還蠻詭異的 所以說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這一隻就是了 然後呢這傢伙有安吶 啊 他這傢伙也是要安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從工作台去捉 老頭已經用出來了 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我要稍微找一下 烈的暗底都一 這個吧 不是 喔是這個 裝上去 好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魚的特性是什麼 安息鍵 沒功能 右鍵 尾巴甩尾弓 是一件 啊不是 是一件 左鍵 普通攻擊 啊 所以說就做這個功能而已啊 啊哇我們可愛的到蛋龍在水裡 哈嘍 哈哈哈哈 死掉了 啊甩一下就掛了 喂 321D 啊所以說這隻也沒什麼功能啊 而且我覺得這隻 啊怎麼講 比那個誰還弱啊 比我們的建設魚還要弱耶 我是這麼覺得啦 他有點像海豚餒 他是不是 古代的海豚親戚啊 啊 油超慢的 而且你看 我後來發現原來他有兩隻可愛的小手手 那是我世界師的世界之神嚇我一跳 咬說 哪個怪物血量居然這麼多啊 還這麼大隻 給他洗 啊普通咬看看 啊普通咬也咬不到 欸人生大勝利 咬 142D 哇塞 你們如果不不裝那些強大模組你們會想要裝這個嗎 哈哈哈哈 我還就不知道這隻是幹嘛的 算了我們直接跳下一位好了受不了了 啊這隻就讓你們暫時看一下外觀好了 老頭呢決定把他放生於此 放生你啊這眼睛還是很恐怖 結果發現原來他兩邊的眼睛都一樣啊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那邊眼睛看起來比較黑 啊嚇得你發狠 啊走吧下一個 下一個應該是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東西啊 好我們走回家 我一回又下雨了 我一下咪一回來就要下雨 好我們準備一下好哎呦 哇 他打上面那一隻喔 哎沒有他咬上面那一隻魚鳥 那這是我今天的召喚路 好不理他 好我們準備一下我們的麻醉槍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召喚出來的是一隻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不過他的模組名稱叫 ARK&LINE 啊叫做方舟 方舟的光 啊這個實在是有點吊詭但是呢我覺得這個有點文不對題 因為他是一隻飛龍 啊為什麼叫方舟的光呢我也覺得莫名其妙反正總言之 就把他召喚出來玩一下吧好不好就這麼決定了 啊我已經準備好了 來吧 應該是這個吧 啊不是這是魚 魚直接吹起來啊 這個吧 哎呦有了哎呦就把你射暈再說我天啊 啊 這家伙也是吃了馬上就起來了給各位看一下啊他的頭賣進去了各位看不到 好可以可以可以清晰可見的看到呢 啊他是一個 雙西雙竹飛龍屬性的感覺吧 沒關係啊把他弄起來 而且他掉麻醉速度還蠻快的 好起來了 好哎他不需要安 好不好我們給各位看一下他的震身 啊 就像這樣子 好蜥蜴的頭 然後攻擊的機關 啊然後成文明的下巴恩什麼態度喔沒有啦這個這下巴就 絕對不能不能低頭 不然你會被被自己給刺死 好所以說他是一個勇往直前的龍他從不低頭因為他知道 只要他低頭他就輸了 嗯 很勇敢 然後呢這上面寫這上面他的英文就叫什麼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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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是念 的 B D的嗎 Win Win 的 的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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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要念嗎 Win 這裡的 欸你要去哪裡啊給我回來啊大哥 你不要見獵星喜啊 啊我還沒有看完啊算了我先上去啊他不用安 所以很棒 我們可以直接就上去了然後會負重 然後他這隻的外型啊其實我覺得蠻炫的 好像穿上一件這個外套的肥龍的感覺 而且他給我的感覺有點偏就是鳥屬性 啊龍跟那個鳥類啊 龍跟鳥類合體的那種感覺啊 有沒有 而且感覺好像得古拉 得古拉伯爵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 啊總言之就還蠻酷的 啊這傢伙的右鍵呢 抓生物 有抓到嗎 沒有 抓前面那隻 啊抓到了抓到了 抓到了之後呢 啊也不能幹嘛把他放地上好了 吸劍 吸劍是不是也是抓啊 他都是抓喔 啊這隻到底幹嘛啊 也是抓欸 欸 把他抓起來 再再再抓一次好了 因為他吸劍跟右鍵是一樣的 抓了一隻 然後如果右鍵再抓一隻的話 不行他會把 把他放下來 所以說右鍵跟吸劍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左鍵普通攻擊 AKS鍵 AKS鍵沒有功能 漂亮喔 所以說這隻就這樣子 哇 太棒了啊 哎呀 這麼的簡簡單單 輕輕鬆鬆 哎唷呀 他的功能也是這個樣子而已耶 啊今天老頭呢 所召喚的這三隻呢 都只是外型看起來裝逼 功能大致上相同 好了 各位應該了解了吧 好不好 算了反正呢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就跟你們說內容其實不多啊 就大概這三隻都召喚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啊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不好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快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集方舟生存 今晚再見 拜拜